一名身穿蓝色衣服的男子 从正前方走过来 怒气冲冲 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 走到蓝色车子的驾驶座旁边 先是狠狠地甩了一棍 再朝对方咆哮 正在马路边大声呛吓 越说越生气 甚至拿起棍子继续狂砸 事情就发生在5号上午9点多 新北中和景安路上 双方疑似去发生行车纠纷 导致蓝色衣服的男子不满 下车找对方理论 后方驾驶一度以为 男子手里拿的是 短刀跟高尔夫球杆 下得赶紧报警 不过幸好没有伤及无辜 而警方到场厘清告知权利后 车内驾驶在晚间11点左右 到派出所提告 冲安讯后依毁损罪 妨碍自由罪 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不过这样的行为 实在是已经把路人都给吓坏了 多村新闻综合报导